已接近跑到尾端 战机速度似乎仍太快 飞行员紧急抛出黄色减速散 但为时意外 所以中共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些小粉红你们有没有看到 不要越台湾雷池一步 我现在帮民进党发声好不好 老大师真的是为台湾的民进党 那种台湾人的自由民主着想 不要越台湾雷池一步 看到我们今天国军的实力了吧 没两下就给你吃土 我还得了 好球了汉光演习预演F16战机冲出跑道 头就插在土上面了 看起来一切正常 不过大约18秒后 已接近跑到尾端 战机速度似乎仍太快 飞行员紧急抛出黄色减速散 但为时意外 肌尾倾斜 肌鼻吃土 飞机轻微损伤 幸好飞行员没有大碍 前后座都是 中校飞行员 都是那个游乐场的操作员 为什么国军看起来真的是在 蔡英文的执政之下 看起来都很像在玩半家加酒一样 所以大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台湾的国军的实力 真的不要越台湾雷池一步 网路上还要没说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下雨的关系 中共老台我们就都不能打了嘛 所以中共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些小粉红你们有看到 不要越台湾雷池一步 我现在帮民进党发声好不好 老大师真的是为台湾的民进党那种 台湾人的自由民主着想 不要越台湾雷池一步 看到我们今天国军的实力了吧 没两下就给你吃土还得了 哈哈哈 给你吃土啊 我跟你讲 土里面很多营养的好不好 哈哈哈 千万不要越雷池一步 我跟你讲我也是很喜欢国军 问题是被蔡政府执政的时候 国军现在变成一个跳梁的小丑 变成一个选举的政治的筹码 让废青开心的筹码 就做一些有的没有的 国军应该是一个很机密的单位 很高科技很专业的单位 被蔡政府执政之下 要嘛去飞在那个奥运选手那边放鞭炮啦 啊不然就是看载的时候装甲战车出去啦 就是变成民进党的选举工具而已 来就是韩其邁的高雄轻轨出轨 我念其中还有一个大猫腻哦 我把它念出来 轻轨行驶中因为卷到草皮 导致车头脱轨啊 使得列车者赶紧刹车 所幸当下车上哦 有两名乘客均未受伤哦 哈哈哈 大家有没有听出猫腻在哪边 五节车厢里面只有两名乘客 而且是在八点多的时候 最多通勤的时候 两名乘客 这个新闻根本就是在 银行其邁了 下一则新闻出来了 高雄轻轨出轨意外 爆出只有两名乘客的 尊龙包车 哈哈哈 网友酸 铜板价格帝王的享受 哈哈哈 早上的八点四十分 八点四十分 是最巅峰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九点要上班啊 不是吗 最多人上班的通勤的时候 只有两名乘客 天啊 列车停住卡在轨道上 原来轻轨脱轨了 草皮卷入车底 司机员紧急刹车 一个草皮就可以把那么重的列车 整个拖出轨道 这个不是也很奇怪吗 草皮是软的呢 草皮是硬的吗 那你在设计的时候 怎么会一个草皮就让这个车子 而且他拖给拖的蛮严重的 而且草皮卷入车里 那边本来就会放草皮了啊 他草皮本来就是放在那边 他是人工贴上去的 他又不是说外来物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有个放一个垃圾 韩奇麦的雕像在那边的话 那卷进去当然没话讲 他草皮吧就在那边 啊这样一个软软的草皮 就可以让轻轨脱轨了 那这样高雄施工的品质 到底在哪边呢 列车偏敌 幸好车上两名乘客 毫发无伤 车上两名乘客 你看我都没有乱讲啦 车上两名乘客啊 列车会脱轨 研判是草皮过高 不是草皮过高啦 是我们高雄市场的智商太低了 一个草皮高也可以骂到韩奇麦 韩奇麦不愧是我的心头好 不是草皮太高 是市场的智慧太低了好不好 明明放在那地方的东西 软软的东西 还可以造成轨道出轨 那是我不知道轻轨在干什么的